国民党铁票区之争的黄复兴党部 今天早上进行新就任主委交接 接任党主席的马总统也特别出席 那么马总统除了称赞要退休的主委王文谢 是党部的好榜样 还意外的谈到了 他在担任联勤司令的时候 替法务部设计执行死刑灭音枪的往事 原任主管将硬性交于兼交人 有铁杆深蓝支撑的黄复兴党部 举行新就任主委交接 马英九当然得捧场 还不忘称赞起要退休的主委王文谢 在担任联勤司令时 替法务部设计了执行死刑的灭音枪 我们迁去20年后 旁边都是12层楼高的公寓 所以在我们要行刑是 会影响到周边的安宁 所以我只好求助于联勤 联勤帮我们设计的 尽管有很高的需求 但是一共只买四把品质 跟朵莱品相比 有过质而无不及 称赞王王文谢 马英九也勤勉新任的主委金恩庆 我们希望黄复兴党部 面对年底的任务 一定要配合中央所推动的 生根计划 把党员连续的工作做好 我们绝对不是只有到选举的时候 才去关心党人 马英九把姿态放得这么搂软 不是没有原因 毕竟在金虎聪担任秘书长后 已经进行了三波人事调整 而根据民事掌握的消息 党部现在又要求每个重要部门 自行进行人力评估 再把结果承报给人力资源处 以便进行下一波的组织整并 只是党中要在选前不断调整人力 会不会造成军心动摇 结果等到五都选举就可以揭晓 明镜新闻王沛文 解释峰台北报道